今天介紹的一鍋屬桑拿蝦 很簡單,做法無論如何都會成功,但出來的賣相好像很厲害 最適合是入廚的新手,但今晚要大宴親朋的時候,做這個就好像很Pro 一定要試試 介紹一下材料,當然有蝦 我今天買了超級市場的一盒裝的凍蝦,因為很方便 隨時都可以買一兩盒放在冰箱裡,你用的時候才拿出來 另外有蒜頭,乾蔥頭,吃得辣的話可以加些自天椒 這裡有咖哩粉和五香粉,這個其實就是鹽來的 另外你還可以加黑椒,稍後會蘸一點酒 任何你喜歡的酒都可以 有些特別是這個石春 這個石春要買一些天然的,不要買一些金魚店 有些是整個螢光粉紅色或者綠色的石春 千萬不要買那些,因為你不知道它是否能夠受到熱 這些看起來的樣子是天然應該都沒有問題 買回來之後,其實要浸洗它 然後再用粗鹽一邊浸著它,散一下它 令它幫它殺菌和洗走那些髒東西 來回洗幾次,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切了一些蒜頭和乾蔥頭 先把蒜頭切成這樣 由於我們這個也是用味的 所以不需要把它切到很碎 因為基本上我們一會兒 都是不吃的,都會負責帶些香味給那些蝦 蒜頭也是 我們這個做法的蒜頭,其實你喜歡的話可以不剝皮 但我們還是要壓一壓扁,令它的香味更多 紫天椒,我們就在中間湯一湯開它 令它的香味和辣味一會兒可以在這個鍋裡散發出來 接著我們就預備蝦了 蝦解凍了之後 如果你趕時間的話,就可以把它放在水喉下面一邊 一邊吐著它去解凍 這樣我們就剪掉它的頭尖角的部分 把頭和腳都剪掉 然後我們就幫助蝦調味 首先你加少少鹽 咖喱粉和五香粉 就不用太多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甚至可以加粗粒的黑胡椒 這樣就會更加惹味了 然後就用少少油去幫它 令到那些香味和香料全部都黏在蝦上面 接著我們就預備一個生鐵鍋 其實為了保護生鐵鍋 通常都會在鍋未加熱之前 我們就先加了油 然後我們就掃勻它 然後我們才開火 我們首先把這些材料全部放進去 接著我們就可以加石春 在整熱石春的過程 是需要少少時間的 我們就好像炒栗子一樣 炒熱石春 還有令到裡面的蒜頭 辣椒 它們的香味出來 所以石春 是會令到蝦的受熱均勻很多 好,當你感覺到這個熱力都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蝦放進去 我們就要把石頭 小心地蓋上蝦 這樣才有這個桑拿的效果 接著就蘸走 蘸走下去,然後我們就蓋上去焗它 焗它的時候就較小一點火 調至最小也可以 剛才關到最小火 我猜煮了它大約三分鐘 然後我再關火 再焗多它三分鐘 其實現在應該就差不多了 蝦都轉了 彎曲了,即是全部已經熟了 你聞到的香味 其實都已經知道它已經熟了 那麼這個 一鍋熟桑拿蝦 就這樣就搞定了